今天要繼續來審查國會改革法案 目前最新的狀況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已經成功的進到了議場 也坐在了主席台 那民進黨的委員們也在台下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最新 目前民進黨的立委都是把拿著牌子向著台上 因為就在剛剛9點的時候 韓國瑜是已經順利的進到了議場當中 這一次並沒有如外界所想像的有一些 可能沒有辦法進來的一個情形 這次他們是非常順利的就已經直接走進來了 目前可以看到在他的身邊 基本上國民黨的立委都已經把他環環給包圍住了 就是希望等一下議事能夠順利進行 不只是韓國瑜來到了現場 包含可以看到上一次在對抗的時候 有一點受到傷害的秘書長周萬來 他也在韓國瑜進來前了兩分鐘 在國民黨的立委給護送下來的 現在畫面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右手邊的部分 基本上韓國瑜就是從這個門給走了進來 因為現在他們當然是把這個椅子 繩子再一次的堆回去要守住這個門 因為剛剛的時候為了讓周萬來以及韓國瑜進來 所以他們把這個門給打開了 那現在韓國瑜已經進到了議場的當中 目前就是民進黨的立委不斷地在對著台上來叫嚣 目前韓國瑜是把麥克風給打開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的一個最新狀況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旁邊的委員 他胸前有一個紅色的點是一直亮在韓國瑜旁邊 那個就是密錄器 他們就是為了在議事攻防的時候可能發生什麼狀況 那所以說現在他們也把密錄器給打開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狀況 好可以聽到民進黨的立委是不斷喊著反黑箱退回法案 那這個看來就是今天綠營的一個主要的訴求 他們是認為說有所謂的黑箱的一個情形 但是現在大家除了可以看到一些民進黨的立委 就是對著我們攝影機的鏡頭這邊舉著牌子 另外再把人靠近韓國瑜那邊呢 就是比較所謂接近韓國瑜的那些人呢 是不斷的對韓國瑜來嗆銷喔 先來看一下 那另外可以看到在韓國瑜旁邊的 包含了立委楊瓊英以及張家俊 也就是負責要互助韓國瑜最內宣的部分 因此現在就是他們的一個上場的時間 他們是不斷的來跟民進黨的立委叫銷喔 那現在韓國瑜開始講話了 韓國瑜一講報告院會之後 引起更大的叫聲了 第五月十七號 我們都會打這樣打 我們都會不幸福 包含這次韓國瑜 因為他還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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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到中間 我們讓全世界看到 韓國瑜是看到我們的中賽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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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完三年已經被出了 我心裡的難怪 我等到那個一來三個給 韓國瑜 我講完三年了已經被出好了 好,我心裡的感慨 我要跟大家分享三個重點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所有的委員 柯總釗,吳士堯幹事長 能不能請你們的委員安靜一下 我如果講完我心裡的一些感想 你們不接受,你們再表示意見 我們要講這些感想,是不是不太委員選下 等一下,我們要講一下 我們要講一下 我們要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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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會了,聽主席 你們講好久,我要跟他講一下 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要講什麼 他們的就閉嘴 閉嘴啦 閉嘴有沒有聽到 胡思雅 尊重營大 共進民進黨的民主主旨 尊重營大 尊重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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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牌子吸血 我们的牌子吸血 你不要丢脸了 你们都穿 学生都是公开肚皮 都学生都是公开肚皮的了 这边有黑线 不用 造谣生世 造谣生世 这就是民进党的冰冻 这就是民进党的冰冻 民党的冰冻 当这有负 tiger 院像命 院像在出象 院像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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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icoat 他們是這樣的 ,五百萬代表 cozout 。五百萬代表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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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下次一個就上來了啦 要開會就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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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院會 麻煩黨團幹部約束一下各黨團的委員好嗎 要開會就下來 我們下去就不要上來了 我們下去就馬上就上來了 我們下去就馬上就上來了 先向院會報告 先向院會報告 因為基於上週五 院會的情況 基於維護院會主席人身安全 及保障院會主席 能夠順利主持院會 因此 一場後面主席休息室 我們會做適當的安全管理 另外 針對討論事項第一條 好 本席在黨團協商會議的時候 曾經提出 我們逐條討論 每一個黨團各派一人來發言 發言之後 我們開始處理黨團的版本 後續條文就如此處理 結果 民進黨團不同意 所以現在 我要再問一次 民進黨團 我們黨團 民眾黨團都同意 民進黨團同意與否 各黨團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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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 每一條一個代表不同意 民進黨團不同意 所以我們後續的條文 民進黨團不同意 我們就依照議事規則來處理 現在休息 目前可以看到他的旁邊 就是包含了像是 洪孟凱、傅昆琦等人 就是護在他的身邊 因為就在剛剛韓國瑜是提出了 說因為接下來的案子 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認為說 是不是每一案 每一個黨團派一個人發言就好了 那這是剛剛提出來的一個 因此這邊可能要來討論一下 那顯然在民進黨這邊 是相當的不滿意 他們是認為說 怎麼可以這樣的情況 他們認為這是不是 沒收大家發言的一個狀況 目前我們畫面當中 所看到的一個情形 就是現在國民黨的立委們 圍在了立法院長韓國瑜的身邊 畫面當中當然看不到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現在是坐在位置上面 大家正在應該是要針對剛剛的東西來討論 至於說剛剛稍早的時候 韓國瑜還有提到一件事情 為了這個讓議事能夠順利 因此呢 他在議場的後面 將會有適當的安全管理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剛剛我們的畫面當中也看得出來了 就在韓國瑜要進到議場的時候 門打開的那個瞬間 我們看過去 其實那邊是有蠻多的一個警察 在那邊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有安全管理 應該是為了確保立法院長呢 能夠順利進到議會 因此是請了警察 維護在後面進行一些管理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呢 是不是就是屬於一個動用警察權呢 國民黨的立委私下告訴我們說 這個叫做成局模式 因為就在2020年當時的成局 要來被提名成為所謂的監察委員 後來要擔任所謂的監察院長的時候呢 當時國民黨就是希望把他擋住 用這個行動的方式把成局擋在外面 不讓他進到議場來 能夠備詢或相關的審查 但是當時成局就由警察 護送他進到立法院裡面來 當時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就是動用警察權了呢 不過這動用警察權的目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並不是所謂把現場吵鬧的人 通通移出議場 這個他那個情況 只是為了護送人家進來 因此我們稱他為成局模式 那現在呢韓國瑜就是非常有可能 就是用這個成局模式的一個狀況 讓他能夠順利進到議場來主持議事 那也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此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立委 基本上他們都是在議場這裡面 他們等於完完全全沒有辦法 跑到議場的後面去 也就是上禮拜我們看到的 什麼把韓國瑜抱住 甚至把韓國瑜 關在小房間裡的一個狀況 因此他們這個是所謂的一個成局的模式 那現在呢民進黨的立委 就是在議場前面不斷的高喊口號 那其實他們為了抗議這個事情 他們從八點五十分 就一路抗議到現在的時間是九點十五了 那目前韓國瑜是先讓大家來休息一下下 再跟大家討論一些 再跟國民黨的立委們 其實是總召富昆吉啦 就是在討論一些事情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看到呢民進黨的立委 好像已經有點疲憊了 因此他們示大家坐下來 我們先看一下現場最新狀況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請進 請進